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虎皮蓝 虎皮蓝又叫做虎尾蓝 在进入冬季之后啊 如果虎皮蓝出现了黄叶 而且叶片了5米软塌的现象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我们排除了冻害 或者是了积水烂根 那么它就有可能啊 是营养不足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给它补出充足的营养 让它能够健壮的生长 我们都知道这个虎皮蓝呢 它是官叶植物 对淡肥的要求呢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给它补充充足的淡肥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黄豆 黄豆啊将它发酵腐熟之后呢 是一种非常好的淡肥 将它呀直接埋在盆土里面 就可以起到非常好的补充淡肥的效果 那么怎么使用这个黄豆呢 我们直接将那个黄豆啊把它煮烂 然后呢把它取出来晾凉 之后啊在这个虎皮蓝周围啊 给它呢挖几个小洞 挖大概三四个小洞就可以了 每个小洞里面呢埋上几粒黄豆 之后埋上土 然后我们后续浇水的时候啊 它就会慢慢慢慢的在里面发酵 分解释放养分 供虎皮蓝吸收 那么虎皮蓝吸收了足够的淡肥之后啊 叶片呢就会出现非常油滤 然后挺拔的状态 所以如果大家的虎皮蓝呢出现了黄叶 叶无力 然后呢又没有积水烂根呢 又没有出现冻害 那么就可能是营养不足 我们就可以给它用上这个黄豆 给它补充营养了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